他经营当然有困难,又说现在要定位大湾区,但是先香港市民,都越来越多人就退去 那最近TVB股价都是这样,就是很反复,前排就弹回到13个多,升了三四倍,因为淘宝合作,就被人炒这些概念 转过头TVB出来,就是刑警了,上年2022年的亏损,7.9至8.3亿,是上市以来最大亏损,那立刻股价又直线插水 好了,最近又宣布了,与优傲合作,又有7亿的收益,他预计,于是股价又上升,又回升,回升11元 那突然间TVB又宣布了,我们将会裁员5%,而且在这些节目制作的成本都调整 不符合标准的,譬如收视不够的,可能要腰斩的,你想想 TVB已经在节目的制作被人批评这些节目做得不够好,还要减那些投入,然后裁员5% 他没有说哪个部门会裁,首先如果要裁,我建议两个智慧,两个毒楼一定要送走 一个新闻部TVB,为什么最吓人真,就因为袁智慧,掌管的新闻部,无线新闻,事事旦旦,无线新闻,出卖港人,无线新闻,老作抹黑 这些口号,大家一定听过,你无线新闻怎样衰格,大家知道了 还有一个更衰格的,叫曾志伟,请他回来,更加繁重真 你要炒的,我希望,你工联会,你一定要盯着,不只是炒前线 那些管理层,就是月薪,可能几十万那些,那就不炒 可能月薪一两万那些,你就不断炒,也麻烦 你要炒就炒这些高层,好似人家大台小股东联盟就要求 八个董事,六个董事都要炒有,洛逸宁那些高层都要炒 那你应该炒就炒这些,第二 那为什么要这么省钱呢?因为就是TVB经营不行 不思进取,不断退步,当时以为我赢了ATV 就香港,就会继续好备 但是要记住你面对的是网络的竞争 面对台剧,一剧,汉剧,大陆剧,Netflix 现在Disney Plus,不同的社交的渠道,平台 媒体的渠道,去收看不同的资讯,讯息,剧集 你很多的竞争,在互联网的年代 那后知后觉,所以现在你要裁缘,都是抵死的 TVB搞到这样,今时今日,曾经TVB 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品牌,在近十年八年 被你搞到不伦不类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其实TVB,大陆有红枝有驻入 还有它又向大陆去发展,现在又有大湾区 照道理,就应该会发展得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 说真的,大陆的人,看四大卫视台都不看你了,自权一 你制作和人比都没得比,真的 第二,你现在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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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就是说看你吗?是吧?就是你当现在香港明星 在90年代上到去还是站主角吗?都是站旁边而已 大陆也很奇怪,香港受到唾气的什么 刘海威,屎镇那些,在上面就很红,很奇怪 品味也和大家也有些出入 当然,TVB的经营不够了 他现在,没有了,上面又不够争,香港又唾气你 收視以前四十幾點就叫高 現在二十二十點 都算是很厲害的 所以TVB逐漸都在這個沒落的方向就埋盡 越走就越衰 大陸和香港就開了關 現在越來越多的大陸的人就來香港旅遊了 有一個是大陸的網民 就是旅遊網民在一些社交媒體上就慘了 他說他來到香港幾個小時就受盡白眼了 就是受盡啟視 其實康瑟你有沒有看過那單新聞? 有 他說他受盡視的那些細節 例如他去做一些事 要落個行李箱差不多 落個行李箱 接著那個細節是怎樣? 接著說他去參編吃東西的時候 他去找數的時候 總之整個過程 覺得香港人對他似乎不是那麼友善 這些我覺得有點玻璃心 首先你說坐的士在香港的士司機不可以搬行李 其實香港的士司機不是個個都肯幫你搬的 肯幫你搬是額外的 你問一下我們現在的網友 有多少搭的士你有行李他不幫你搬的 的士司機他的責任就是跟你駕駛好車安全的 有時候這次司機大家見到七十幾歲八十幾歲 甚至九十歲的都有 人家也未必有力幫你搬 當時他三個人六件行李 你三個人自己搬了 是不是? 你這樣也等於歧視 你知道司機不夠好客 你最多這樣說 跟歧視或者白眼是無關的 然後他去探仔 大家知道探仔的姐姐一定聽得懂你說話 他說投訴人家用廣東話來招呼他 首先如果你一進來用普通話來招呼你 可能你又可以投訴 為什麼不用廣東話? 是不是覺得我會不懂? 是不是覺得我會聽不懂? 是不是歧視我? 你一樣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玻璃心起上來 什麼都可以找東西出來爭辯 什麼都可以找東西出來投訴 還有 人家給你一張單 就是因為你叫做什麼食物 讓你去對一下 又覺得人家這樣做不對 人家給你一張單 你希望不會落錯單 就讓你覆客一次 要做好盡心盡力 這樣也要給你投訴 這些就是刁民來的 就是八婆來的 說真的不要來的 我給我真的不歡迎 就算下來自由行那些 來到土或者跟團那些 又說那些很便宜的團 在街上吃兩順飯 今天旅議會還是旅法局 旅議會 那邊的情況不理想 那香港 他現在你說 這些是什麼質素的旅行團 來到這些遊客就算自由行的 這個又是歧視 還有一個 更好笑說自己是台灣人 但是他說我中國台灣人 因為在廣東長大就投訴 說要找一些代辦簽證 那答問題那個人 就說他沒有禮貌 就說你只是做服務業而已 有什麼資格這樣去說 心想 是不是就是你狗眼看人低 做服務業又如何呢 做服務業不等於 你可以任意羞辱他 然後就說別人沒有禮貌 所以發覺很多時候 這所謂網上的投訴 你看清楚一點點 是本身那些人 你說玻璃心也好 他欠缺家教就什麼都好 是他自己的問題 然後就自己問題不知道 就說別人有問題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誤會呢 你覺得 例如你說的 這個司機不是 凡是要幫你拿行李 如果你一個人拿不到 他可能幫忙 如果有三個人 大家可以拿得到的 他說在那裡不幫忙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 你覺得是嗎 第二 如果他去參天 他的語言不是那麼好 那那個阿姨可能會拿錯單 然後就拿個單給他看一下 這個又是否不會呢 他要找銀的時候 你知道他 譚仔那些是不是 你又去個檔案那裡找銀 所以他找了 不一定別人去你的位置那裡 收完錢 然後又 他告訴你多少錢 收完要回來 然後再這樣 我覺得他那些人 不一定會走那麼多圈的 他這樣都說 那等於受眾白眼 你想一下 很多香港的那些餐廳 都是你拿著張單出去的嘛 那他拿出去的時候 他沒有拿張單 那別人叫你拿回張單 又覺得受到歧視了 他說只有幾張桌子 你按進去就知道了 那別人做事要穩陣一些 拿回張單 那為什麼要拿回張單 保持帳的嘛 你說不是 他自己應該有幾個樂器 是的 但是打工仔 都是想安全一點 有雙重保障的啦 那都說這個歧視 叫你拿回張單 因為你漏了給了你嘛 那你不知規矩不要緊 你不懂不要緊 那叫你拿回張單 你就拿回張單 那也會投訴 那也是歧視 什麼都說歧視 根本就是他玻璃心 是他問題 可能隨時等於那條街 被男人看著你都說 你為什麼要試鏡對眼看 是不是非禮我啊 然後也要放在上網投訴那些 這些問我叫做 就是八婆性格 根本就不關別人的事 是他自己的問題 就是例如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有辣椒油 其實辣椒油可能附近的桌子上有 是不是溝通 還沒溝通好 那他就沒有給你辣椒油 就好像你一碗麵煮好了 他拿辣椒油給你 他可能沒有這個運作 但是通常那些葡萄 他自己有些辣椒醬啦 有些辣椒油 他放在一個地方 大概可以自己去拿的嘛 就像是這樣的嘛 就是說他問人拿辣椒油 人家沒有給他 本身就是因為 膽子的東西有分辣度 夠辣的了 我們的廚師煮得夠了 就等於你在日本 試試吃壽司 馬上叫師父加一堆芥末 我有見到人 他試過這樣的情況 師父 拿了一塊飯 整塊芥末放上去 你吃這些算了 不要吃我們其他壽司 你不懂得欣賞 一樣是這樣 然後又瘦盡白眼 你看到根本就是他的問題 這些說下去是你活該被人罵的 這些多餘的這些人 什麼都投訴一頓投訴L 所以可能就是習慣上面 文化上面 就是不了解的一個誤會 你不了解不要緊 你嘗試去體諒一下 了解一下嘛 自己不願去學習 就每次都出來投訴 好像全世界欠他 因為全世界圍著他來轉的 這些自我中心的人 那就是說真的 如果做他男朋友的那些 就很難頂得信 所以現在好像平基委想打算是要拿一個法例 你記不記得 是啊 他現在說不可以不可以互相歧視 所以用到歧視這個字眼 就是你怎麼去介念歧視呢 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平基委 我真的不知道平基委 以後可以怎麼搞 其實這些沒得搞 你浪費氣要他這些 喂 我也說了 問題根源 就算說中港兩地的人有矛盾 你政府當日又要雙飛 又過來買了奶粉 接著就是下來排隊供屋 七年又變一年就可以上樓 然後呢 他覺得他為什麼被人打尖 他上面可能有幾間屋 政府又查不到 就是不可以查 那麼這些就引起了一些矛盾 由源頭做事 由源頭改善 是不是? 而不是下下就說這些等於歧視 那些怨氣你政府不由源頭去改善 就強行立一些條例 其實不會讓社會和諧了 問題在哪裡出現 就是針對那個源頭 這些才叫做做事 這些才叫做改善 不是強行說搞不定那些就弄條條例 總之你這樣就等於歧視 我就隨時可以告你 你隨時就犯法 不是這樣的 嗯 看守 我問你 你會不會了省回幾十元 就是早上起碼提前一個小時上班 晚上遲一個小時下班呢? 唉 浪費鬼氣了 就是在說三歲分流 今天林世雄都出來說話 說完就等於沒有說 三歲分流就令到三歲歲隊不會再失車 就是你說的林世雄 如果到年尾第二階段都實施了 三條隧道還是失車 你會不會辭職? 會不會問責? 不要這麼口輕輕 根本的方案就是你問我 就最差的方案 第一 紅稅東稅加價 到年尾紅稅加價100% 現在經濟非常好嗎? 加100% 一天你篩稅還是貴過紅稅 甚至便宜過紅稅 選篩稅的人一樣不會多 因為地理的問題嘛 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 你叫人早點上班 遲點下班 那就可以節省一些隧道費 節省那二十元 大哥 不如你政府帶頭 由朝九晚六變朝八晚七 你能不可以 我會多做兩個小時的東西給你 那裡也不知道二十元 羅淑佩 運輸處處長 你可以放了班之後 先喝東西 先買東西 喝杯也幾十元 是不是? 處長 你知不知道吃米不知米貴 隨便去咖啡 就算喝杯咖啡三十幾元 貴過你二十元 是不是? 早點上班 你真是煞昂的 遲些收工 你帶頭先 那還有 我開車不用錢嗎? 一個小時的時租都貴過你的錢 他又不是 那你可以入租 人家入租停車場 當然是懂得去計算那些數 如果將來你這樣做 他一人又會加回入租的那些價錢 老想一下 你有獎糧計 他有過長梯 不如這樣 你索性說 那不用 以後住公司 放完工在公司住 公司睡 那又欺負加工費 你說說出來的那些宣傳 那個計劃已經是錯漏白出 給很多媒體市民批評 然後還要死撐 說那些理由 即吸引你的方法 完全是笑話就進出 叫人早點上班遲點下班也可以 唉 就是 離地是來到這樣 離地又買東西 現在香港物價這麼貴 隨便買東西都幾十塊 每天買東西 就是劏房來的 不夠地方擺 就算不是劏房 我駕到車 家裡三百尺 一家三口 都已經沒有什麼位置了 你還要天天買東西 就為了省了二十塊的垂圾 過鬧夜 就是說得就說 說話不驚大腦 就是這些 嗯 因為早上 這麼早上班 晚上這麼晚收工 就是圍了幾十塊 就是我在想一個問題 那個時間去了這麼多 現在今天就是十幾個小時 就是香港這樣 我一半人生都賣了給公司 賣了給這份工 雖然我 雖然很多香港市民 我的訴求就是上班 但是都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哎 哎 難怪之前 孫玉咸都說 哎 那些人上班是為了開心 為了健康 喂 我每天做十幾個小時 你說怎麼開心 怎麼健康 就是各個官員 由局長到處長 都是這麼離地 就是被趨脹 哎 我都賺錢而已 不是為了開心 開心 開心去上班 我開心去旅遊就好了 我去旅遊我去逛街 我去 我去 哎 就是喝茶 和朋友聊聊天 哇 這樣就好了 如果沒有壓力 開工有壓力的嘛 又辛苦的嘛 就是如果上班是等於健康 等於開心呢 我就建議孫局長 你天天上班 回來一點 不要放假 我為了你開心一點 健康一點 就是這些 說出來 就是他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我們 還有你早點開工 那你九點鐘 原本九點鐘 你七點鐘去開工 晚上你又晚點回家 看看你 不如在公司睡了 政府先帶頭做 說笑也好 現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個是很多人說的話題 一早就說輸了給新加坡 一早就說金融中心的地位 受到動搖 那現在真的有一個報告了 有一個調查報告 全球金融中心的指數評估 全球120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真是 努力排榜首 然後倫敦、新加坡 就排第二、第三 香港就維持是第四位 真是跑輸了新加坡 新加坡 嗯 不一整天在紐倫港 紐倫港 香港平時排第三 為什麼 上次調查已經輸了給新加坡 突然間 新加坡第三 香港第四 這次再輸 追不回 那為什麼香港期待 李家超、陳茂波 還有金管局 又輸了他現在 這些是別人的報告 數據出來的 不是你陳茂波自吹自流 香港進好點 然後機場排名 十二年前香港機場排名排第一 現在33 當年新加坡排第二 現在排第一 你就是不進則退 別人的競爭對手 我們的競爭對手 不斷就進步 然後你再看金融科技中心排名更差 香港下了四位排十四 新加坡又升了四位就排第九 你政府說要發展金融科技 跟新加坡最接近的時候 是雙城幾的競爭對手一比 又輸了給人 原本還是領先人的上一次 今次都輸了 上次香港排名十 新加坡十三 今次香港就十四 新加坡就升到第九 所以你說你們這些人怎麼搞 他現在有什麼搞得好 上任大半年 腳頭又不好 不是這裡車禍就那裡火災 尖沙追大火 然後長沙環它又火災 幸好沒有人命傷亡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香港政府腳頭又不好 所以香港政府這些報告又輸給人 還有一些報告都贏的 Lucy我們不要說輸了 香港有些報告都排第一 其中一個就是亞洲出差地方最貴的成本 香港排第一的 在亞洲就最貴的 還有一個就是連年都有了 究竟香港市民 你不用費不吃不喝 就是儲了多久的錢 才可以上樓去買到樓 他算你收入的中位數 香港收入的中位數 現在一萬九千一百 升了1.9% 但是電費又加你20% 40幾% 那些買鞋 或者出去吃東西 買衣服的指數 就升幾個巴仙 每一次都 所以現在追不上 基本上的生活物品 生活開支那些指數 好了 這個不吃不喝 現在就要18.8年 差不多19年 才可以買到一些比較小的單位 就是人家計算好那些數 這些就是排第一 壞東西就是排第一 好東西的排名就不斷下降 壞的排名就經常倒壯 那你說香港市民 你說真的見到這樣的情況 你難怪些人很多時候心灰意冷 再加上一些政治社會的氣候 為什麼這麼多移民 民生問題 樓價過高的問題 公屋不足的問題 這些這麼多年來 你政府改善了多少 當你的問題是 繼續在持續的時候 再加上越來越多的問題 包括社會氣氛 好像屈永賢那些 又繼續在搞分化 難怪這麼多人會走了 真是 我看到有一個報導 有一篇報導 就說香港人又要 胡說米老 不吃不喝 又18.8年 19年才買到老 才上到車 你看看Lucy 人生有多少個10年 還有 你不可能不吃不喝不消費 這個就是悲哀 我都說了 好的排名就不斷下降 壞的排名就繼續排第一 真是 你還有什麼可以說 你說 一四座樓樓 哇 真是慘 做樓樓都好一點 有些是樓樓都做不到 就沒有資格做 住當房 是的 那我想說說 鄉仔 你知不知道大陸那邊 有什麼食物 不可以帶進去香港 我自己就是知道一些 知道這些 好像 貨的機 貨的機 是嗎? 生機 那些食物 不可以帶進來 那現在我看到 有一個新聞就說 海關呢 就截了一百五十八單 非法 大數規管的食物 進入香港 那 這個是對這邊來說 怎麼說呢? 這個都是生長妖道的 因為現在就說 走私水貨 從香港走私水貨上去 隨著那些 叫做 網上買的購物方便了 現在都少了很多生意 但是多了一些就是什麼呢? 反而深圳帶些東西下來 帶什麼奶茶 食物 不少在香港的新移民 或者是大陸人 或者也有部分香港人都會光顧 雖然走一轉不是賺很多 就是賺一百幾十 都是叫賺一下錢 雖然有些跨境學童的媽媽 都曾經受訪問 是啊 我也有做這些事情 帶兒子上學什麼信片 我又賺一下這些錢 那當然這些是違法的 因為那些事情 他沒有打關稅 雖然湯家驊前段就說 那就是香港境內流入的物品很多都不用關稅 你這樣帶些東西過來就不犯法 那就被湯家驊騙了 大律師十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現在海關就抓了一百五十幾人 說你這樣走私當然是犯法 誰都知道犯法 湯家驊反而就說不犯法 雖然那些人都未必有聽你湯家驊說話 那這些就是真的不行的 你香港走私水貨上大陸也好 或者大陸走私回來都是不行的 湯家驊不懂事做法律系 戴壯 公然誤道 那你需要不需要道歉 說了些假資訊 行政會議成員 你現在知道你找任什麼人 就這些廢柴 好像這件事 香港因為自從全面通關之後 真的多了些人 以前就不流行的 這段時間就流行了 深圳帶些食物奶茶下來 食環處又說你只帶了幾個鐘 很容易變壞 那些健康的問題 但是海關截查你 因為你犯法 不過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對這些事情就沒有興趣的 喝奶茶香港私物奶茶 每間茶餐廳沖發都不同 茶葉配搭都不同 你何必喝別人的化學劑 化學口味的奶茶 所謂奶茶 你要買 香港也有很多 不用在上面買 你上面帶那些什麼食物下來 吃燒 那些 什麼鴨那些 吃鴨 香港的燒味 燒鴨 很棒 要不要這樣帶下來 我真的不明白 是要吃那些化學味 才開心的那些人 正正的茶餐廳奶茶 他又不懂得欣賞 其實開了關之後 就算是還沒開關 以前已經有水火客 大陸的朋友來香港買東西 買得多 什麼東西都買回去 你知道一個大機器 一直拖過去 香港人很少在那邊買些食物過來 少了 不過他也會流行 你說買些奶茶那些都會少 偶爾說買些生機那些 不是 不是 劏好機那些都有的 以前就是這樣 現在不是 可能 自從這幾年人流行上去 吃海底 喝起茶 可能就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以前就是香港走私的東西上去多 現在就變回在上面走私的食物 他下來 雖然這些都不是賺很多 你想想 我又接他幾張單 又要分緩他別類 他等等 都不容易做 但是偏偏 做服務的人都不少 是不是經濟不好 一百幾十都要這樣賺 不過這樣 政府把關做好些 不要讓人下來走私 生仔那些也是 就好像一個十四個月 騙政府 就是自己來旅行 誰知道下來生仔 經常說這件事不好 那人歧視 但是要繼續下來生仔 我也不明白 上個月有大陸的旅行團 就來這裡旅遊 大陸的團友又在街上吃兩項飯 我看到政府現在都要回應這件事 這件事是對香港人有什麼影響 就是不理想 對遊客又不好 對街坊又造成滋擾 其實香港 我想問一下政府 你給它掃出來 大部分的團 就是這些團 購物團 參觀就是免費旅遊景點 政府說不是我們有M加博物館 我們有故宮博物館 會吸引很多遊客 但是旅遊團 鴨嘴團 鴨嘴沒有那些 不會去這些 去那些金字經廣場 就是免費的景點 你猜真的去迪士尼嗎? 去海洋公園嗎? 吃那些 在街上吃兩項飯 或者酒樓幾十元一個 十九分鐘吃完 然後就下樓 那些 最多最貴的可能就是搭那個 天星小輪的 從尖沙咀到灣仔 然後再參觀金字經 過夜就去那裡 過夜澳門 買東西在哪裡買? 那些所謂的旅行社 自己開的那些小店 逼你買東西 不買東西 隨時被人罵 就是 所以你香港的旅遊業 又問你政府說要派五十萬張機票 究竟那五十萬張機票用了多少錢? 又說敏感資料不肯說 真的浪費了 現在派了沒有? 還沒開始派 但是買了五十萬張 但是這是我們的錢 你是不是要交度用了多少錢? 因為我覺得那些機票 會不會你買貴了被人找份? 我們要知道 要監察你 商業在問清楚 你不肯說 這個人又說不可以 上次抽氣線用了多少錢又說不可以 因為就被人說你是不是被人找份? 天價抽氣線 你懂得買東西 懂得格價 就算運輸費在那時候 運輸是差了要水路運輸 都不是那麼貴的 其實就是這樣覺得 有時候做了一些比較差的施政 個別事件不評論 要不就是商業敏感資料不可以說 那有什麼可以說呢? 做政府這些東西要公開透明 不應該這樣不能說 那樣不能說 荃灣都發生連環縱火岸 有一個人一個小時裡面放四次 他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來的呢? 這個人是什麼人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政府 我們香港治安出了什麼問題 天天都有這樣的新聞 隔兩天就不是已經出事 就是治安出現問題 你說香港是不是現在大問題? 多少這些罪安? 所以我經常都叫鄧炳強 你不要先掛念演藝界人士 做好香港治安事先 一個小時四宗中火 幸好又沒有搞出人命 隨時這些可大可小 再加上國際大都會做醫管局的 泛洪林主席永遠不見人 一見人就說原來就是 有大陸的醫護下來香港 但是那些醫院那些 那些摟石屎摟天花那些東西 他又不會出來回應的 很好笑的 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 很諷刺的 看到有一個建築的女督察 他在學堂跌倒 他現在向警隊贖上2300萬 感覺到他已經敗訴了 這是一三年的事 他就建築女督察 在學堂一晨六點幾 就走樓梯一親 就令到他左膝蓋掉 當時其實已經受到 一百多萬的賠償了 但是他又不夠 要申請2300萬的賠償 最後就減到1500萬 那當然就敗訴了 那最後官員就說 其實你一向都不盡不實 進學堂之前 隱瞞自己 左邊的膝蓋是有舊患的 然後離開了學堂 不再建築督察了 在外面的CV建功 就說自己是做過督察 是這樣子 為什麼建築督察和督察是兩回事 我還要說一年份 甚至離開了學堂的年份 都繼續說自己做過督察 就是寫在CV裡面 在14年都說在做督察 其實在13年都已經走了 這些就是好笑 或者香港這些前警員 什麼就是這樣的質素 什麼就是警隊問題 這個又不知道在這裡 就是串謀那些假口供 還是弄一些假資料 那裡又押遮仔會錢 然後這裡偷拍裙底 那裡偷東西 那個醉酒駕駛 那裡非禮 那個又不知道多少這些問題 那你去到這個前督察 不是前 自稱督察的所謂建習督察 大哥 跌倒你自己走樓梯 想別人賠兩千幾萬給你 就是獅子開大口 那那個官家判他輸 有什麼可能不輸呢 他這些 康仔 你還有沒有什麼新聞想說的 最後就講了一宗在上海 以前是否聽到我爸是李光 上海最近有個女士 就喝酒 喝醉酒 就請一些代駕司機 找人就幫你去駕駛 那無端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不斷打過司機 然後他就我爸 不是我男友是公安 因為這成為了上面最新的 叫做 盧恒 盧恒 潮語 潮語 以前就是我爸是李光 現在就變成我男朋友是公安 哇 你男朋友是公安 公安已經這麼兇 公安在哪裡為止呢 公安部的部長 這些真是我男朋友是公安 就等於你可以打人的 那麼 這個新的潮語 就跟大家說一下 就笑一下 你說 就是有多瘋這些人 擺到明就喝醉酒 就發花瘋 然後就打人的時候就說 我男朋友是公安 那我們就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今天都差不多了 是啊 是啊 那我們到此為止 阿康仔 是啊 下次再見 多謝你阿康仔 多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再見 拜拜